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受全球经济低迷、通膨、利率上调等各种不利因素影响 三星电子的业绩、利润预期不断被下调 再加上记忆体晶片业务持续恶化 晶圆代工业务订单不如意 2023年三星电子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挑战 韩国证券业界近期预计 三星电子第四季度营业利润可能为8.2264兆韩元 金融讯息企业F&Guide将三星电子 第四季度销售额预测下调为73.5244兆韩元 营业利润下调为7.2102兆韩元 大和证券甚至预测 三星电子第四季度营业利润将同比下滑 65%至4.9兆韩元 远低于此前预期的8.5兆韩元 三星电子第四季度获利预期被持续下调的主要原因 使记忆体晶片价格持续下滑以及智慧型手机需求低迷 由于全球通膨、东欧冲突、地缘等因素影响 半导体行业进入下行周期 引领三星电子整体业绩成长的记忆体晶片业务持续恶化 全球市场电子装置消费低迷 半导体需求锐减 再加上客户公司的库存调整 半导体价格大幅下滑 2022年第四季度 DRAM个别产品单价跌破0.25美元 LAND产品单价跌破0.05美元 环比下跌约30% 手机和数据中心两个记忆体核心应用的施占率也出现了下降 虽然手机市场正在从LPDDR5迭代至LPDDR5X 四伏器市场正在从DDR4切换至DDR5 但新产品的溢价很快会被低迷的市场需求所消除 半导体价格持续下滑 三奈米制程进展不如预期 晶圆代工产现低价动力运行 这些都拉低了三星电子第四季度半导体业务利润 证券业界预计 三星电子第四季度半导体业务 营业利润将降至2兆韩元左右 仅前一季度5.12兆韩元的三分之一 与去年同期的8.84兆韩元相比 仅为五分之一 除了半导体业务 三星的看家优势 萤幕业务也遭到打击 苹果知名分析师郭明基近日表示 最新调查显示 京东方已击败三星 取得2023下半年 新款iPhone 15与15 Plus 大部分营幕顶单 若未来数个月开发与生产顺利 京东方将是今年iPhone 15与15 Plus 最大营幕供应商 供应比重约70% 三星比重仅剩约30% 其预计京东方将在2024年 开始为高阶iPhone大规模 出货LTPO萤幕 三星和LG显示也是供应商 如果京东方能够获得 20%至30%的 2024年高阶iPhone LTPO萤幕的订单 并保持同年低阶 iPhone萤幕70%左右的市场份额 那么京东方将可能成为 2024年新iPhone萤幕的最大供应商 近日 京东方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 柔性OLED在智慧型手机领域的 渗透率持续提升 整体保持良好的增长 公司柔性OLED产品 已基本完成 全球主流品牌客户的导入 未来将主要致力于实现客户端 更多产品系列覆盖 以及持续提升公司产品的客户端占比 同时持续推动柔性OLED 在IT 车载等新领域的应用 2022年前三季度 京东方柔性OLED出货持续增长 出货量近5000万片 第三季度出货量1800万片 根据咨询机构数据 市占率排名在全球为第二 京东方称2022年公司柔性OLED 预计出货量目标为8000万片 较以往继续保持增长 未来公司将持续提升柔性OLED产品的出货量 着力提高高阶旗舰产品的出货比重 以持续改善柔性OLED业务经营情况 当然 苹果还有一个杀手锏 那就是自研组件全面扩大 据彭博社报道 苹果计划最早在2024年开始 在行动装置中使用自己的定制荧幕 以减少对三星和LG等技术合作伙伴的依赖 据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计划在明年年底前 更换最高阶Apple Watch的荧幕 这些荧幕将当前的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荧幕 升级为MicroLED技术 最终这种显示器将被用于其他电子装置 包括iPhone 据了解 苹果向MicroLED荧幕的转变开始于2014年 当时苹果收购了开创MicroLED技术的初创公司Lux Wu 苹果行动装置向自产零件转变不止在荧幕 据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推动将其电子装置内的晶片 替换成内部设计的组件中 将包括在2025年放弃博通的一个关键组件 这将给博通造成打击 消息称 这些变化是用自产零件全面替代的一部分 这将使苹果能够更好的完成其产品的设计和功能 此前苹果已在Mac电脑中放弃了 英特尔公司的晶片转而采用内部设计 并计划在其iPhone的关键无线组件中采用自产零件 当然荧幕作为苹果下一个自产自用的重要部件 还是让人吃惊不已 此前在2018年就有消息传出 苹果将设计自己的荧幕的计划 首先是应用在Apple Watch 这将对手表荧幕的两个主要供应商 三星和LG造成打击 荧幕业务遭大客户苹果抛弃 半导体行业下行 全球经济趋还给三星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 为了摆脱危机 三星电子会长李在荣 一改往年形势作风 在新年工作第一天就紧急召集高管会议 商讨应对措施 制定危机战略 韩国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三星电子会长李在荣 在2023年第一个工作日 罕见的会见三星集团旗下 所有事业体的主管 而非例行的新年拜会 往年李在荣都会在跨年时 拜会所有事业并鼓励员工 去年参加三星电子评则厂 二号产线机台进场的一季典礼 前年第一个正式形成为造访华城的 三星半导体研究中心 但是今年1月初 李在荣却与三星电子DX部门社长 三星电子DX部门全球行销社长 三星电器社长 三星生命社长 三星物产建设部门社长 等此公司40多名社长 共计晚餐 讨论各种措施 包括启动紧急营运模式 应对日渐趋软的消费者需求 李在荣之所以从年初开始紧急召集社长们 可能是因为不稳定的全球经营环境 业界相关人士认为 为了应对全球通膨和持续困难的经营环境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三星电子将以李在荣为中心 所有此公司将致力于风险管理 制定危机战略 三星电子最近在全国范围内 下达了不必要的经费节约指示 进入了非常经营体制 另外一名行业相关人士表示 与大流行不同的危机感 在整个企业中蔓延 以非面对面需求为基础 以半导体和加电为先导 取得好成绩的三星电子 也不得不煞费苦心 在拉动企业业绩的出口出现动摇 内需也陷入停滞 行业状况可能会比去年进一步恶化 李在荣让社长团产生危机意识的同时 为了改善情况 预计李在荣也将在国内外展开更积极的经营策略 三星高管则纷纷认为 只有通过加强超差距技术和顾客价值才能转微为基 但2023年三星电子录像何方还未而知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